接着来第十一场美场 去过重发的马 一号、五号、十一号和十四号 美场费马亦是相当多 九号和十四号稍微未够水准 配备变动方面 三号聚财 初戴面窟 头罩交叉被窟继续有 符号就除了头罩 继续交叉被窟 初戴眼罩 其次辉煌都除了头罩 先看非凡才子 今次其实也是头到够 上去重发转了个圈 宣示了货杂 他叫做高分一点那只 所以其实他试上来 都是轻输暴投的性质 其实全程都这样压高身 不要说期望很厉害的走势 其实以他来说 已经算是收货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 他之前在跑级制赛 输不远的 但今次已经下回来 颁制赛 还要找周俊落减绑 我想这两点是很吸引人的 交了七个星期才跑 跑完之后 度了几天就去了重发 然后就慢慢再做 又回来 因为他本身也是有些能力的 我记得之前 亏过这样跑都上名的打搭 英之星走入面那只 其实这只马上了很多 拍了那只古浪顺风 接下来周三有跑的 起码上了 活跃回先 跟之前复出没来的形态 已经是不同了 千世看看他到时会怎样 最财 以兔被枯 交叉被枯 他都很多东西了 之前我记得他又试过那些面枯 整天都是一些僵口问题 大金库 其实跳过这只马没什么 马身又够壮 其实跳过他力度又够 只不过有时马真的跑一下心情 但今次的档位就真的令你没什么心情 经济勇士 你说他不够班 或者低分点会较为有优势 我都认同 但是你说说跳 我觉得他没什么低落 银翅 这货在前面 其实后面有一只马扣女 是烂烂他的 现在看到了 其实走过我觉得他是轻身的 但我稍然他前脚就有少少挖 但是落墙最重要是没事 好好学习 这些都不知道 怎样叫做 什么时候有三只手指是最合适的 因为第一个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些马太多的配备 而且他不是很听教听话 顺势赢 上次一上来千四 就真的顺着个势赢 虽然有时神科他也是这样 喜欢出着一边脚 躲着一边身 但是跳过马身是实的的 又是很活跃的 不过今次执过外档 又可能要转一转跑法了 好了 符号在外面 他试杂就头罩 交差避枯 又考了个眼罩 不过我嫌他也是有点 银 还有那只马很急 其次辉煌 今次上阵就除了个头罩 神科跳的还是继续有的 已经比起初落地的时候 僵口好了很多了 其实上次你见过明翅 不是很起眼 但他兜了个大湾市 那里亏了很多 起街龙 都是这些样子多个跳的 都没什么所谓 聪明导弹 其实神科我觉得他的观感 都长期维持到一个不错的观感 但是因为接连两三次 潘顿何宅遥 我觉得都跑到都很正确的了 但是回到来都是近 而没什么威胁 虽然五岁 但用很多 搜到回来 都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状态层面 我都觉得他还是挺健康的 够不够跑 够不够那些年轻的那些 我就觉得他未必够了 至多福 上去虫化跳 其实我觉得整体走过 都稍微平淡一点 力度还是差一点 看他前脚 都还是一带上来 那一刻就很挖的 好了再看看活影 原来这只都在虫化 基本上都很久没见了 这些马刀 又做了一个大杂 我就没什么特别跟 是呀 上次出赛已经19年了 对呀 我都不知道 基本上 那他也是顺着走 或者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日后变化 先吧 活影 其实很久都没跑过 上季整季都没跑过 其实不要说跑 是粗也不太粗 现在能够出赛 我觉得都给点掌声 练马师的了 先看看吧 那马主也要给掌声 都这么有信心 继续保留 希望他都可以 好 超级六周 转了马房 再已经跑了一场 除了配备 希望就越来越 知道的马性多些 那美场赛事 我想大家都会关注 那只银池的了 大家看回那场打比 其实走得这么快 回来又不是输得很远 宿情回回来 千四米的赢马路程 之前这么轻松 那就要跟了 那么最主要对手呢 我觉得是 真是博赚一些级数 就是非凡才子 毕竟是对着级制赛 都不落下风的马 不是说输很远 而之前是季女 还在赢同情的 今次有个周俊落 再减一减绑 我觉得这个形势 都仍然有 他可以选择他的原因在里的 还有看回明天 荣天鹏那一首 我觉得都不简单的 如果前面有手拍的 我觉得这只非凡才子 都绝对跟得过 因为你譬如这个 我就紧要银池的了 说真的 蔡若翰超那些 一只那些什么好眼光 姓德威风 就是那些PPG 走出来其实都相当其貌不扬 就是无论他上次走去 这只银池跑打比 放得快放得慢 输都好 那他一落回来这里 跟你跑千四 你自然会称高他的了 这个是很自然的 因为你一二三四那些 一二三四五 那谈何有什么进步呢 当然了 一毫马有他的底质在那里 他希望这些底质 能够跟你捏一捏 去到又回到虫发氧 其他我也觉得都没什么特别 只有只八而已 但是当时会亏 其他临场赛 看这场又有得想想 第十一场赛事 都跟大家研究过 看Feed到镇 选了什么马 选了的马有第十场的一定美丽 还有美场 非凡才子 好了 重复多次 未来的赛事 安排在星期日 沙田就上演十一场的日马赛事 头场开包时间十二点半 到时再跟大家分析过 节目时间差不多 谢谢你Alex 客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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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